这里是位于南港的住宅区 吸引许多镇商名流花钱买下 不过现在却传出 住户和建商之间有合约纠纷 背后原因令人好奇 住户宣称因为广告不实 想要和建商解约对付公堂 却不免让人怀疑是和房价动荡有关 他先传得非常好 他其实是三天就可令了 那每个人是拿200万去排队的 原来2013年以前 南港住宅区房价居高不下 还不断持续往上走 一瓶最高可以卖到一百万 后来因为房价向下修正 在2013年到2014年之间 房价降到了一瓶八十万 降幅达到百分之二十 南港它的一个发展来说的话 未来会是一个政策中心的一个部分 那只是就是说 因为一方面它的一个范围相对比较大 那如果说长线来说的话 那它当然可能会有一些 期待的一个空间 只是说必须要端开那时候 大环境的状态 就是因为南港重划区 大部分的预售屋 都是由知名建设公司新建 房屋品质以及公社都在水准之上 再加上邻近捷运站交通方便 附近的南港车站 还有三铁共购 整体发展潜力高 才会有许多民众 看准这一点花大钱买房 不过可以看到这里 除了环境相当清优之外 还有许多绿树植栽 可以说是台北市 相当稀有的都市支费 最后建商回应 对方就是因为房地产不景气 有投资户达不到利润 想反悔 建商尊重司法判决 只能说房市风向球难以判断 就连政商名流也会看走眼 记者周天杰 徐玉杰台北报道